早安 今天是星期六的 早上九點半 為什麼這麼早起床呢 因為我習慣了 這麼早起床去買菜 為什麼要這麼早起床去買菜呢 因為我發覺 早上去買菜 會有多些減價的東西 我們現在換完衣服拆完 洗完臉就Let's go 好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nald 很久都沒有出街拍片 因為現在還在封鎖 所以很多警察會在巡邏 看看一些人是否萬無目的在街上逐 不知道做什麼 如果他看到你是萬無目的地在街上逛 可能他會出一張罰單給你 前幾天在Sheffy那裡有一間大學 學生搞派對 很多人就被人出了罰單 最厲害的那個就被人罰了一萬英鎊 雖然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理論上就是大學的Winter Break 即是聖誕假 年冬天假 因為不嫌的緣故 我整個程式是那樣的 變成我要上課 前陣子那三個星期 我是上了一個課程 那個課程其實就是 一個學期的內容 完了這兩個星期的內容 我就要用一個星期的時間 做一份S4去交功課 所以前幾個星期 其實我都沒有怎樣煮飯 因為不想煮飯 天氣又冷 加上家裡的七龍煙機又沒有什麼 不開窗煮飯 又整間屋都是不味 開窗煮飯又很冷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不斷去試 Mark and Spencer那些 即食的食物 讓我發現到有些都不錯 還有跟據我之前買的一些經驗 我發現原來 英國的超市和香港的超市有些不同 香港的超市就是晚上 收工才減價 但英國的超市呢 早上來就會找到減價貨 所以今天呢 我又來到這個Mark and Spencer 就看看早上 收拾到什麼好東西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都可以like我這段影片 share給你的朋友 還有免費訂閱我這個頻道 不過今天開始之前呢 都想多謝Moshi送了這個口罩給我 這個Made in Taiwan的口罩 是可以重用 可以水洗 而且裡面的filter 是可以用那些75%的消毒酒精去清潔的 而且這個口罩外層呢 是有十年保養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description box那裡 按下連結進去看看 那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去Mark and Spencer 看看今天我們買到些什麼 減價的正貨了 那其實它那些即食的東西 是有分兩種的 一種就是這樣 這些是便宜一點的 而另一種呢 就是這個 黑色的 那這些呢 就是 即是 感覺上呢 高級一點 那還有我吃過呢 就算這個 這個黑色包裝的 千層面 這個紅色包裝的千層面 是真的不同的 那黑色這個呢 是沒有那麼熟的 今天就有這個 King Crown Risotto 那就是4磅 減到3.59 後面這些呢 pizza也是 這些pizza呢 就比較厚一點的 沒有那麼好吃的 而黑色這些呢 就比較好吃一點的 但是今天的pizza沒有減價 小吃呢 今天也有減價的 今天這個就是 Crop Touch Pie 那也是減價的 那這個我就應該不買 因為我不喜歡吃pizza 其實這個黑色collection呢 還有很多東西吃的 有Fish and Chips 有幾乎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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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pizza 牛肉pizza也有吃過 不一般的 好酥的 很多東西的 那我覺得黑色這個collection 是比其他的 其他的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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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甜品也有 也有的 也有個steak feet 拖給布丁 還有一個其實很想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這個 橙汁 這個橙汁是必須買的 那看來今天減價的東西 都不太多 因為減價這些東西 都要看彩數 那 那 今天我就應該只會買 那個紅酒雞去試試看 不過FoodCash方面 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之前已經拍了很多 減價的食物 那會和大家分享 那最後呢 被我發現到有一個 挺有趣的東西 那它就10磅 然後減到6.7磅 裡面呢 其實就有 那麼多不同類型的小菜 那我們就試一試它 下面還有一支青島 好啦 那這麼快呢 就回到你家了 那今天呢 只可以買到兩樣減價貨 因為有些減價 其實就不是減了太多 所以我沒有買 另外有一些 就看起來很服 所以我沒有買 那其實買不買到減價貨 都真的好看你好不好的 因為減價的貨品 只會是減一些 那天到期的食物 但是 就是 最早的 就沒有一下 之後那天 不能吃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買定 可能之後一兩一吃 那 所以我都沒有試過肚子 那今天呢 就有這個 紅酒雞 那其實呢 它就是兩個人吃的主菜 那等一下我會 可能六個意粉 然後做這個紅酒雞去吃 那另外呢 就有一個 農曆新年的特別版 就是一個 Year of the Ox box 那就是一個 牛年的福袋 那裡面呢 那裡面呢 有五樣不同的食物 真的全部都是牛來的 有個炸醬牛肉 有個甜酸牛肉 有一個像上海粗炒一樣 不過有牛肉在裡面的 然後有個蛋炒飯 還有一個素的春捲 平時呢 我就不會買這些 Chinese的東西 所謂 因為都知道應該都是福的了 不過看到呢 現在10磅 跌到6.7磅 那我相信這五樣東西 都已經夠我吃一日兩餐了 那這個呢 我會留在下一段片 才會拍 那今天這段片呢 就只會焦點在黑色Label 馬砂的 即是西餐 那我吃了這麼多樣馬砂的東西 其實全部都真的很方便 有焗爐就可以煮到的了 那這個也不例外 它整體就要焗半個小時 那其實呢 頭15分鐘就要包石子去焗 焗完之後呢 最後15分鐘呢 就是讓它焗脆的面子 那這個紅酒雞呢 那這個紅酒雞呢 聞起來呢 是好像茶餐廳的蒜蓉雞扒飯的味道 那最後呢 我都沒有煮到意粉 煮了白飯 因為呢 開了這個包廠之後呢 都感覺到那個味道 好像茶餐廳的那些碟頭飯 所以我也想做個碟頭飯 試一下 那便事不宜遲了 那有兩塊雞扒 裡面有些蘑菇 旁邊呢 就有些紅酒汁 那邊呢 那些紅酒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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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有紅酒味的喔 嗯 素飯很正喔 加了一些蘑菇 嗯 它的雞扒上面呢 有那些脆脆的 那它就說呢 如果你想它脆一點呢 就再焗久一點 那就會再脆一點 那我覺得現在呢 不是太脆呢 都OK的 那這個雞呢 就很普通通啦 那這個雞呢 我覺得這個雞呢 都還算挺tender 那就不硬的 那其實理論上呢 12月18號之後呢 就已經是我的 SAMBREAK 它們呢 會叫WINTER BREAK 因為英國呢 它分三個SAM 就跟 其實跟香港都是一樣的 即是香港是有 SAM A、B 以及暑SAM 那英國呢 就是SAM 1、2、3 那SAM 1呢 就跟香港的SAM A差不多 都是9月、10月開始開學 那去到聖誕節就完 開完聖誕節就考試 那香港可能就退了一點點 那然後呢 我就上了一個叫做WINTER SAM 因為呢 肺炎的緣故 整個program呢 它裡面的module的次序 都混亂了 因為那些module 它真的很想我們 是physically 去participate 那個課堂的 那 那 所以呢 原本去到聖誕的課 就延期了 去WINTER SAM 那 但是WINTER SAM 現在呢 其實我們都不可以真的回學校上課 那所以沒辦法 都要先上課 那這個聖誕呢 它就把原本三個月的課堂 濃縮了做兩個禮拜 那第三個禮拜呢 就給我自己去做功課 那寫3000-S 那樣的 那所以呢 其實一路上課呢 其實一路follow up 會有些coursework 所以都蠻搶的 還有最後一個禮拜 就要留一個禮拜 給我自己做3000-S 那所以這個禮拜 我就 沒什麼煮飯 吃都是吃一些簡單的東西 還有呢 就光顧了很多馬沙這些丁丁食物 那所以呢 就發現了一些丁丁食物 其實都不是說全部好福的 那可能大家都有看過 我之前那段馬沙丁丁食物片 其實那些食物 對比現在黑色類布這些 黑色類布這些 是更加好吃的 如果只是做個比喻 那些馬沙綠色或者橙色的 普通的丁丁食物 其實它的級數大概就會去到 就是可能大家樂 大發活 美心這些快餐級數 那如果是黑色類布這些呢 我覺得其實是 都去到餐廳級的了 那當然不是一些貴價高級 餐廳級別 我覺得這些黑色類布這些食物 已經去到樓上cafe 或者一些不太好吃的cafe 那些級數 那除了今天這個紅酒雞之外 其實我之前也拍了一些片段 是我上星期前個星期 吃不同馬沙食物的一些影片 讓大家看看 試了這麼多東西 我都是最喜歡吃這個 Slow Cooked Beef Raghu的寬條麵 它是由4磅 折到3磅 它做法其實都很簡單 要不就微波爐丁 要不就過盤 然後整個堆進去焗爐 其實都很簡單 洗都是洗過焗盤 焗完的話 你喜歡煎隻蛋就煎隻蛋 喜歡給點芝士可以給點芝士 賣相就不太漂亮了 因為過了盤 但是肉味很濃 尤其是牛肉燜得很軟 很入味 很重牛肉味 我覺得是值得推介 你一樣很喜歡的就是炸洋蔥圈 它2磅半至1磅1 基本上我看球都會買這個來吃 其實做法很簡單 就是在焗盤焗 焗完一次 反轉去再焗 焗完第二次 就變成這樣 顏色都蠻漂亮的 但是有時候因為搖得多 所以洋蔥圈都會有點難 然後再配賣我 在Five Guys拿的這個Mail 簡直是一流 看球是不得了 剛剛在超市都看到它有甜品 我沒有買那個焦糖布甸 但是買了這個檸檬塔 這個檸檬塔其實是3.2磅到2.2磅 有兩個 除了開10元港元一個都不太過分 拿出來其實整個塔都挺挺身的 你看它這樣都沒有炭 就這樣看你會以為它整塊都硬過骨 可能它的心好像紐約茄式似的 但其實裡面是檸檬吉士來的 吃下去我覺得酸甜度偏甜一點 但是也有點酸味 如果你當它是一件西餅這樣吃 可能它不會令你失望 但如果你當它是一件蛋糕這樣看待的話 可能它就會有點失望 那這些食物好不好吃 值不值得吃就見人見智了 但是我相信這些食物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煮飯 或者想吃完飯洗少些碗 或者覺得出去買外賣太貴了 那這些瑪莎的美食是可以考慮的 好了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 SHARE給你的朋友 以及免費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將來會介紹更多英國的美食 接下來我會試上 它一個牛年Chinese Take-A-A-Way的盒子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還有朋友 我會見你們要看 旁邊的影片 我會看你 有這條影片 旁邊的影片 非常非常嚴重 我會跟著我 讓你們看完